這個現在我們在談到二級解封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最擔心的還是雙北的這個狀況 尤其是台北市 那台北市現在這個情況到底怎麼樣 該不會將來真的可以不要當豬隊友 那另外就是說 柯文哲在接受光晴訪問的時候 他特別有點名王必勝 叫王必勝出來說一說 對北農有什麼貢獻 他說亞中那時候也是我去拜託我的老師來救我的 指揮中心幹了什麼事 也不過來這邊看一看講一講話 意思就是說苦勞都是我們功勞 要給人家背嘛 那當然這個很多人講說 這個是過河猜巧了 那你怎麼看這個柯文哲這些說法 因為我也不曉得為什麼柯市長 會氣附附的去講這些話 那光晴姐也沒有特別去誘導他講什麼 那他就自己就又開始有一些情緒 那其實我也不是很理解 那你說要去問王必勝 其實以王必勝我們所了解的個性 他也不太會去計較這件事情 因為他到處都要去救火 他也沒有時間再去噴口水 今天包括我們也知道 其實現在目前除了疫情以外 我們最重要的是經濟 所以為什麼今天這一次記者會結束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看到有很多的場所其實就解封了 但是就是還是要做好防疫準備就好了 可是柯文哲在三點半 兩點陳時中開了這個記者會 三點半柯文哲又開了記者會 然後又回應了他台北市的措施 可是他的措施有一項 其實事實上好像感覺上還是跟中央在唱反調 我們說餐廳其實可以開放內用 但是你必須要梅花座 然後你室內不能超過50個人 有很具體的一個說明 可是柯文哲還是說餐廳我們還是不要內用 對我們不開放 他說至少也後一個禮拜 然後這個信息一出來我的電話又一直響 然後每個小餐廳的業者 還有一些年輕人開的一些餐飲 就是那種小吃店這些 都打電話來跟我抱怨說 那你說不開放 那請問什麼樣的條件你要開放 你要說清楚啊 就像台北就像說 如果你覺得說現在目前 你還是覺得很危險 就因為你沒有辦法清零很危險 你要等到清零再開放 那你給民眾有個時間表 或者是說你覺得疫苗打得不夠 要打到幾層的情況下 你才要解封 只要開放你要說清楚 可是現在變成說所有的小吃店都遙遙無期 那現在目前我覺得比較擔心的是 我們台北市有上大概有兩萬多個 這樣小吃店的登記 那如果真的不開放的話 我怕他們不知道能不能撐得下去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清零之後才要開放 那問題是誰說一個月內 不用打疫苗也可以清零的 那不是柯市長嗎 其實我最近碰到一個例子 就是有那個年輕人 我才花了一百多萬裝潢 就我開始瘋了 瘋了之後我現在等很久 我每個月我要繳這個房租要不要繳 繳那我還是要退 可是我一百萬的那個裝潢費 已經撞下去了怎麼辦呢 那當然心裡會不甘心 你說叫這些人這個怎麼辦 這個是大家現在急著說 要解封這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再問一下這個俗話 除了這個部分 很多民眾現在當然 大人講說我都快活不下去了 那台北市還要繼續解封到什麼時候之外 柯文哲剛才其實王必勝事情 他有說法 他說好啦 早知道我就說感恩就好了 就感謝就好了 他是個好人 說王必勝其實是個好人 那你怎麼看 你可以接受這樣的道歉嗎 我覺得他沒有在道歉 他只是覺得說反正被罵翻了 他就大概就低一個頭吧 因為他其實在跟我們議會議員的互動上 也常常是這樣啦 所以其實我們也 我覺得他話講出來 他絕對不會太道歉啦 原則上是 除非是真的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他沒有誠意 只是他在敷衍民眾 我想民眾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這一 他會跟記者講說 這一題就不要再問了 反正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 以他的處理態度是這樣啦 他也不會再對於這件事情 再多做一些回應 那最主要他覺得面子掛不住 所以他才會專訪的時候 才會就氣附附的講的這些話 那原則上也大家會覺得說 北農跟華南這件事情的功勞 就是在王必勝身上 所以我覺得他是因為面子掛不住 才會做這樣的梳理 因為柯文哲是上你的節目嘛 那看起來這個柯文哲 似乎心裡有滿腹的不滿 憤憤不平 那你怎麼觀察 他這個憤憤不平的背後 代表一個什麼樣的現象 透露出什麼樣的訊息 我是問他說 你上半場從民調顯示跟反應 當初民進黨也沒有打他 就拉柯去打猴嘛 第一波是這樣 上半場防疫大家也公認他是 防疫的是不錯的 可是我問他說 下半場為什麼逆轉 我說是不是好心肝事件 跟那個環南事件 北農環南事件 他承認 他承認 他認為的確有疏失等等 那講到這個 或許啦 今天柯批道歉 我認為他是誠心道歉 因為你看他的排序 他說我們 我跟王必勝都是一屆的好朋友 就已經很多年好朋友 他是個好人 他來幫忙 我應該感謝他 對於我這樣說法 我回去我要好好反省 那我覺得啦 就是說我問他接管這兩個字 可能是所有隱性點燃的一個關鍵 接管這兩個字 他可能聽起來就是說 會有上來情緒 所以才有那一切發言 如果他當初講的是正面表列 而不是負面表列 什麼叫正面表列 他應該講說 對於你要來幫我了嗎 我真的很感謝 但是我們台北市也有一些貢獻 同樣是講貢獻 他不要說王必勝沒有貢獻 應該是說謝謝他來幫忙 但是我們台北市也有貢獻 沒有功勞有苦勞嘛 況且執行面是我們來做啊 包括倒垃圾啊 包括打疫苗啊 一萬一千劑三天要打完啊 我去求助我的老師啊 我去找北農 這些聽起來就很適合了嘛 就不會引起這麼渲染大波嘛 所以從這邊開始有一點點政治意涵 那我就當然大家很好奇 郭跟柯 是不是能夠像2020的時候 他們會談那樣子 重新有合作的空間 我是壓到最後八分鐘 時間快走完的時候 我才問啊 因為前面鋪陳很久嘛 那他這邊果然就是說 他時間很久他有一些保留 可是那天最大的新聞是 他某種程度已經證實 直接證實是他要選總統 因為為什麼呢 他說我的個性很率性 而且這個率性的個性也改不了 有人建議他說你要選總統 他說如果要選總統了 我不能這麼率性 他言談之間讓我聽起來就是說 選總統我這三年還是要做一些 該做的事情啊 就言談之間真的已經不是什麼新聞 他也不用宣布 他就是要選總統 那所以郭跟柯有沒有合作的空間 那這是一個焦點 他就說水到取成 這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我問他說 很多人很多媒體分析說 你變成憤怒鳥聯盟的盟主啊 甚至如果你站在的一個版圖 是在反綠這一塊的畫 那就不只是藍喔 包括中間淺藍立年輕喔 那這一塊就很大 他就說 他認為 上次游益龍的民調 民進黨流失那三百萬票 他認為是過去反韓的 本來就不是那麼固定 請這個蔡英文總統的那個 817萬票 不是原來不是不等於 那個蔡英文總統的票 因為蔡英文總統817萬票 是遠高於這個民進黨的政黨票 民進黨政黨得票率才三成多嘛 所以他認為那是反韓的票 這些脫離之後 他本來就兵家必爭嘛 那他又講了一句 就以那個舒啟兒嘛 就是說 如果他自以為概邦幫主 你不用怕這個概邦幫主 如果皇帝做得好 他幹嘛要畏懼這個概邦幫主的意思 所以他講說 如果執政黨他的政績是好的 為什麼要怕這個所謂的反綠聯盟呢 那我是認為說 柯P他的這個路線已經很確定了 然後他自己也講 我也看到這個部分 他每次講什麼 綠營就進場殺 其實某種程度是中了一個計 這個計就是說 柯文哲他一定是要有聲量 他有聲量他很離奇就是說 他沒有聲量民調就非常低 那可是呢 如果像他最近 他只要說什麼 他不要接受訪問 你就看看他自己記者會上 每天的記者會上 記者問他問題 你看他的那個折數是非常多的 但聲量是很高 你不管正面上負面聲量 他的民意支持度 最近的一次民調 伊莉托德做的 他兩個問題都過半 都是51% 所以當他的談話裡面 有個點引爆 哇他們請朝而出 某種程度 有別於過去民進黨他們的冷處理 不管是自然深層 還是說大家有默契 或者說柯P他在那個時段 他沒有什麼聲量 沒有什麼特殊的事情 那不然的話 他站在這個版圖上 反律的版圖上 以及未來政治 整個位移的這樣一個路線上面 他去爭取的話 我覺得綠營反倒要擔心了 綠營應該反思說 為什麼你選票流失 而且選票流失不少 而且民進黨要注意 不是我們看到現在 柯黑的這一群 就代表民進黨的所有得票 因為我拿到一份交叉分析 我那天念給他聽 交叉分析的政黨傾向裡面 民進黨有40幾%不到50% 他是支持柯P的 藍營當然比民進黨多 當然你不用講民眾黨 一定90幾% 跟其他明星政要一樣 對 但是他的選票裡面 藍的 綠的 甚至中間的 或者是他原先的地盤裡面的 他都有 所以你綠營如何 你抓不住我 但是我抓得住你 這才是未來他們 民進黨可能如果要 把柯P的這個包袱甩掉 徹底的說穿了把它幹掉 我覺得民進黨自己要有一個思路 不然未來政局變化 你怎麼知道是三分天下 搞不好政局變化大到說 藍白真的有合作的空間 或是他們有另外的布局的話 我覺得綠營他們還是會 某種程度還是會 遇到一個對手 遇到那個反綠陣營 或是說反綠 就選票被裂解的 版圖被裂解的 這樣的一個未來的一個局勢